大家好,我们是天气探长 提供专业性农业环境监测与气象预测的系统化服务 与您一同探求作物健康成长 让农事计划迎在天气变化 农业气象资讯系统是我们农业面对极端气候所开发的智慧农业系统 辅助您的专业更加专业 系统服务内容分为以下四大项目 环境监测、气象预测、智慧控制、数据行销 环境监测需要设备辅助收集数据 我们独家研发的农园天眼展结合了HD旋转相机 只需要太阳能板就能提供足够电力 已经取得专利证明农友可以依照农田需求选定合适的监测设备 针对农业实际生产状况 中载以上基本监测仪器及设备 适用于全台80%的农田环境 包含稻田、茶园、果园、花卉、果菜等温室 透过仪器设备所采集到的环境数据 分为土壤与气象这两个方面 其中以光照、温度、湿度及土壤因子对作物的生长影响最为明显 进入系统首页,可以看到红色文字,轮播最新的今日气象快讯 再来是田间最近10分钟回传至系统的环境数据 以及现场近2小时的田间作物影像 往下拉则是近90分钟的降雨预警 和及时气象雷达回波图 不论使用何种装置、手机、平板或电脑 都可以连上系统查询您所要的资讯 除了最新的环境数据与生长照片外 还可以查询历史记录及自动统计分析的图表 可以快速提供您最佳的视觉图表与分析结果 最后我们拥有一项强大的智能警戒通报系统 选择您习惯的通讯方式 让系统主动通知您 大大省区监督的时间成本 点选首页的环境数据后 进入统计图表的画面 选择指定的日数及区间 筛选出你要的图表资料 并且可以自由下载使用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功能 可以跟政府的气象站数据进行比对 让您不用在政府的资源中大海绕针 如果需要更进阶的分析功能 您可以点选进入高级精算 设定作物生长高温上限与低温下限 自动推算期间累积的温度与激光 协助您预先安排采收作业 透过不同感测层的温度比较折线图 可以提早发现作物的生理障碍 进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连选车站管理 警戒通知 您可以自由选择通报环境参数 并设定警戒预知 当天间环境发生剧烈变化 利用简讯或电话自动通知 提早做好预防航害、酸害或高温灾害的准备 有了监测后更需要气象预测 协助解决农务安排的困扰 我们拥有中央气象局核发的预报许可证 能提供给农友客制化的专属预报 协助解决政府公开的气象资料 范围广大而不够细致精准的问题 近90分钟降雨预警 这项服务只有我们家系统独家拥有 每10分钟即时更新降雨预报 让您知道这一小时内会不会下雨 透过雨量趋势图判断雨势大小 帮您决策是否要出门 下方的雷达回波图可以追踪最新云层发展走向 我们还可以提供一项很便利的服务 即时GPS定位自己所在的位置 就可以得知接下来当地的雨势变化 进入气象预报区可以下拉选单 选择您要的预报天数范围 透过趋势折线图可以看到温度、湿度、雨量的走向 我们气象预报网格比一般气象局的预报范围更加精细化 可以点选数据列表、查询每小时的详细数据 为了增加视觉效果让资讯展示更清楚 开发了独家的气象图资 蓝天云雨图可以预测未来风雨走向与强度分布 紫外线强度图则是提供外出作业及设施遮蔽的参考 疾风走向图担心长风破坏先追踪风向流动的最佳资讯 想做到智慧化管理可以额外加装智慧控制配件 结合系统辅助达成智慧控制 点选及时联动设定观测项目的数据预值 例如监测温室内的土壤含水量达25%以上 就可以自动调控停止浇灌达到精准灌溉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借由预约排程的设定 节省每日前往田间灌溉的浓雾时间 结合系统前面的数据进行累计分析 透过智慧调控可以自动控制设备的使用时间 例如花卉作物应调整产期出货 在夜间持续打开光照设备 阻断植物开花的光周期 借由智慧调控精准计算光照累积值与持续时间 省下派遣能力监控的花费 利用智慧水电表可以查询过往用水用电的使用量 同时还可以监测设备运作是否正常 其实科学能够让事情看得更透彻 监测数据和影像可以是很好的行销 注重食安与透明化的时代 用数据让消费者从餐桌就能感受到农场生产的实况 透过摄影机收集到的作物生长画面 观测田间状态 作物生长周期 农物作业进度 甚至可以判断田间病虫害的严重性 同时拥有关键性的证据 协助决定是否要用药防治 当完整的一季作物采收后 我们可以将观测画面浓缩成缩食影片 转向网社群发展推广 成为农源到餐桌的最佳记录 强化生产地与消费者之间的连结 系统提供使用者可以依作物或品种的差异 分开登录基本资讯和记录 让农友在农物的当天花隔短短的10分钟 使用文字描述施肥用药的过程 加上田间照相机的拍摄照片 服依佐证 除此之外还可以更深入使用生产溯源 与区块链的技术合作 欢迎与我们的专员联系 天气探长 让农事计划迎在天气变化